好 大家好 我是Banesha 那其實我個人還蠻討厭去做這個節奏 因為我們是講我是大二 然後大家都不相信 我真的是大二 我要再講一下為什麼 因為我重考一次 修學又一次 然後轉學兩次 所以導致我現在還在大了 我無法體業大三世情自慰 那我高通體業以後 其實我要先講一下 就是重考 修學 轉學 剛好這三個我都體驗過了嘛 但是這三個來說就是 我現在只差一個沒體驗過 就是岩壁 我現在注定岩壁了 就是學分還沒修完這樣子 然後這三個對於大學生來說 就是大家在做應該都知道說 是不太好的一個標籤 就是聽到說你可能重考啊 修學或轉學過 那想說可能你不太用功 然後什麼 低修問堂 修課 然後學分常修不齊 那 導致那個大學期間非常坎坷這樣子 那我來講講說我高中畢業以後 因為我考過學測以後 我媽覺得我大概在台灣 可能唸不到什麼好的學生 所以她就強烈建議我到美國 去找親戚那個州裡面唸州立大學 所以我那時候英文還算不錯 然後就是考了托福 然後就真的去美國唸書 但是我完全不確定自己的興趣是什麼 然後到底想唸什麼 所以又隔離年又非常毒氣的回來 然後導致我爸媽沒有生氣 因為我沒有在美國畢業這樣子 然後後來修學一次是為了轉學考 然後覺得要好好準備轉學考 然後之後又再轉學了一次這樣子 然後我來講講的是先講講我的第一份工作 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因為在我還沒有 找到我的興趣到底是什麼 然後我覺得但是我又不能看起來 顯得自己太廢的樣子 所以呢我覺得先去找一份打工 然後這一個打工是在一家中山站那邊的一個包包店 那那時候只是想說 既然我不知道要做什麼的話 我可以先去找個工作 跟客人接觸做個銷售 然後或許我可能會有些靈感 然後知道自己可能會喜歡什麼東西 所以呢那時候我的第一份任務 就是去賣包包 但是我其實是我剛剛講的嘛 我不喜歡是我介紹 然後我也不太喜歡跟人事業交流 所以我等於是在拿手搬自己的腳 然後我要第一個面對的困難就是 我不會講歡迎光臨怎麼辦 然後光這一點我就練了一個月 要怎麼去好好講歡迎光臨 然後怎麼去把包包真的賣出去 那其實那我在這一家包包店工作了八個月 常常就是因為排班所以要去翹課 那那時候我翹課也翹得很開心 因為我從考到那個淡江大學的 隨便念了一個西調保險系 完全對西藏課程就沒有興趣 所以剛好有一個藉口就是可以排班來工作 那就是透過賣包包我開始學習 怎麼去觀察客人的言行舉止 他們的穿著打扮 那中山站那一代的其實是很時髦的年輕人嘛 或是比較剛剛就是有些收入很不錯的一些年輕夫婦 所以他們的穿著打扮啊會嫌出他們的品位 那他們可能會挑什麼包包 我就開始是由觀察他們身上的細節 然後找出可能適合他們的搭配 那後來我的銷售的業績就越來越好 那這一份工作就是帶給我的第一份成就感這樣子 然後這一份工作的話也進階成為了我後來 為什麼會成為去當採訪的記者 還有作為編輯寫手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基礎 就是因為促成了我第一篇文章的開始 第一篇文章呢我去談這一個工作給我的聯想 那時候我剛離開我去想說 欸這一個工作它是其實是一個社會企業 雖然它這個這一家店 它其實不認為是一個社會企業 因為它這個包包工廠在鳳家嘛 它尼泊爾 那直接讓當地的工人去做這包包 然後到這個店銷了 比如說它的產銷之前是一個很直接的連結 那去進這個創辦人希望去透過這一家店 然後有一個更直接交易比較公平的一個品牌 那我透過這個去聯想說 我們從捐贈這個慈善企業去再去聯想到 我們消費上可以貢獻什麼 然後去讓社會更美好有一個更良好的交易關係 所以這是我第一篇文章寫的 結果意外的還不錯那樣子 那就是知道我的可能會是因為汪柳我知道我 就是我在汪柳發的第一篇文章 就在講話的好事我那一家工作的店 那後來呢我在準備轉學考的期間 就是陸續的去其他領域 比如說洞見國際事務評論網 在裡面當選手 或者是我在竹圍工作室去寫那個社區報的採訪 那時候他們剛創了一個社區報在竹圍 然後我還去了台北當菜藝術中心當實習生去做助理編輯 那目前我在Maha台灣是一家那個原住民的議題媒體 去做那個採訪編輯這樣子 那對我來說這也是這個是我的第二份工作 我要與未曾謀面的讀者打交道 我沒有見過他們可是他們在網路上 他們會去看網路文章嘛 現在大家很多人都用臉書來去蒐集他們覺得有用 然後有用的知識和資訊 所以呢我在這幾塊呢去累積我的寫作和我的採訪 我沒有受過什麼新聞學訓練 所以很多採訪技巧是我自己去摸索來的 怎麼那麼問題啊然後怎麼去觀察這些人物身上的細節 我要怎麼找資料我要怎麼把議題發展成可以跟大家交流的觀點這樣子 那第三份工作就是我現在要講的 為什麼會有冒附實驗室 這事情發生在去年的二月底然後到三月之間 我們有一個非常我自己啦說錯了我個人的突發奇想念頭 講說欸我的身邊的陸生朋友 因為其實我就是莫名其妙的身邊有一些陸生朋友 然後我還蠻喜歡跟他們聊天的 所以他們很有想法 然後透過他們的手電所為讓我了解 目前的中國面貌是什麼樣子 那手電陸生是在2011年來台灣念學位的陸生 剛好去年2015年是他們的手電陸生畢業的這一年 我就思考說我們能不能透過去專訪手電陸生 然後瞭解他們在台灣待了四年累積的想法 還有他們對台灣社會的一些觀察 那他們跟台生交流的時候有沒有什麼尷尬 或是覺得很很難相處的地方 或是知道你有哪些疙瘩之類的 那透過這一點我就覺得說 那不然我找幾個人做做看好了啊 我們來組成一個採訪團隊 然後發展成一系列的文章這樣子 我現在我們來看一下一段影片 然後讓大家瞭解我們的過程這樣子 請你這裏找兩個月 Betty 我們去吃一下 把你來做什麼 特別是一球 把你來做什麼 要去做什麼 你來做什麼 它們幫你去做什麼 你去做這一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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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